开始了说一下这个币啊 这个币的话 它现在已经由那个专业矿机改成了那个CPU挖的 它现在已经改改过来了 然后现在你看总体的算力才这么点 它的价格的话已经涨了 涨到了65美金 我现在演示一下是怎么挖的 第一步的话是去它的官方网站 把它那个钱包弄下来 它这个钱包的话有 钱包的话有 有这么几种啊 一个是Windows钱包 还有Linux钱包 苹果的钱包 这个是 是那个圆码 我们用的话 这用这个 也可以用这个 这个是网络钱包 这个的话就是那个网络钱包 我们输入两次密码 这里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恢复钱包 是这个这个是创建钱包 我们如果没有的话就点创建钱包 然后再点一下这个 这里是 三四五六七 这个是那个 入记池 然后再点一下这个 把它复制下来 当然它会让你确认的 单提到这里 这个要记下来的啊 如果说以后要恢复钱包的话 用的就是这个 点一下OK 这里就是你创建的那个钱包 现在是没有 没有的话我们看一下它那个 这是接收接收点这里 它叫你输密码 我们就输入刚才那 那个密码 你看这个的话就是 你创建的这个钱包地址 那个是这个key码 这个的话你个人建议把刚才复制的这个 哪个的注记池 然后再把这个key码保存好 这个以后需要那个恢复钱包的时候 就需要用到这个 这个是发送 就是对方的钱包地址是多少 这里是数量 然后点下发送 别的就是没什么 它这个比较简单就这样 我们先把这个记下来就行了 有了这个钱包地址以后的话 我们开始挖 挖的话我们到这个矿池里面来挖 现在的话有三个矿池可以用 这三个可以用 最大算力的是这一个 我们以前演示过用这个矿池去挖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最大算力的这个 最大算力的这个是有 最大算力的这个他建议你用这个这个工具 但是这个工具的话 挖不了 他这个他说显示的是用英卫达那个显卡挖的 但是这个算法已经改了 但是这个算法已经改了改成cpu的了 改成cpu的了 所以这个是用不了的 用不了还是要用用这个工具才可以 他现在改的算法是这个 叫flex这个算法 我们建议你是先在这里跟我以前 演示的一样 先把它配置文件弄下来 然后复制一下 你看他这个算法这里-a 后面这个算法就改成了这个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话去下载这个工具 去去去这个地址啊 这个地址到时候会贴在那个说明那里 这个工具我已经下载好了 在这里下载好了 之前我试过用这个bgm这个是 那矿值不接受那个显卡算率 这个软件下载好以后解压以后 解压后你创建一个 嗯什么cln.bat文件 然后配置一下就行了 然后再把这些给它粘贴进来 粘贴进来然后运行就行了 这样运行一下 这样运行吗 然后运行一下 就关了 这个挖矿窗口只要有这个绿色的这个说明的话 算力已经打到矿池了 你看这里的话就有显示出来了 说我这个cpu有 119h这个算力啊 这样挂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如何把它切换到这个矿池来 这个矿池 因为这个算力大嘛 它这个爆块会多一点 然后我们点这里 它这里有很多个那个博家的地方 我们就选这个 选第一个这个 用它这里有的 我们就选这个 如果是你想用这个tcp的话 就直接复制这一条 然后把这个关了 再到这来 把这一条替换掉 然后保存 再运行一下 这个也是这个的话 它一开始跑的话 可能要跑个一分钟 然后的话又 出现那个绿色的那个字样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到矿池那里去查了 矿池这里就在这里查 矿池的话就在这里查 把地址粘贴到这里来 然后的话 它就会如果看到像这样的话 出名的话 那个算力已经打上来了 我这个的话有 190H算力 这个的话我之前挖过的 也是一样 你看它这个刚开始这个地方的话 它不会马上显示说 接收到你的那个算力 所以它要跑两圈 趁着这个时间 我们说一下这个CPU支持的那个指令 你看它这里有显示的 我这个CPU支持AVX2指令 就在这里 用这个指令AVX2把它复制下来 这个配置文件前缀的话用的就是 这个文件 你看这个就用的是AVX2 如果你CPU更好的话 就可以换换成下面的这些像什么 AVX2钢这些 就可以的 你看这个有一个绿色的这个了 只要有这个绿色的算力打上去 后面就很快的 它会每次的话那个 运算的话都会跑到那个矿池那边去 矿池这边显示的我这个 矿机的话是活跃矿机的话就可以了 它这里那个挖矿工具 这边没有显示错误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要卖的话就在这里卖啊 这里的话有这么多个交易所可以卖 到时候的话如果有的话直接去卖就行了 行了像这样